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嘿天啊 某個戲 魂神被禁 嗨大家好 我是DONRO 這次要聊的遊戲是 獲得印度神士的武器 來去拯救被惡魔抓走的弟弟 Rogen & Angen Epic 由印度團隊的Nadin & X Games開發 Super.com發售 發售平台於PC Team Epic X8萬屬於取上 Steam發售日期為2020年10月 有簡體中文 Steam售價為469元 用完時間約5小時左右 Steam評價為極度好評 遊戲是由印度團隊所製作 而他們有參考印度神話與巴厘島神話 魔蛙和婆羅多與羅摩耶納 從這兩者神話故事中汲取靈感 那我對印度神話我完全的不太了解 所有說錯或者得罪的地方 不好意思絕對不是故意的麻煩當代一下 那我本身很喜歡傳統神話之類元素 所以當初看到Steam中有這款遊戲 二話不說馬上下載來玩 那遊戲是在玩什麼呢 遊戲故事實在講說 有一對姐弟與父母雙王兩人互相扶持長大相依為命 而有一天城市中正在還慶節日 大家都還翻天了 但姐弟兩位的生活需要在當天街頭賣衣為生 那兩人互相合作講一則故事 故事實在講說 在很久很久以前 惡魔們還在世間行走 而其中有位惡魔潛行骨修 曾經修行多年 而分天就被感動到了 思雨這位惡魔永生還給了他一件強大武器 然後惡魔便召集同伙發動了戰爭 婆裡提皮感覺怪怪的 欸不是笨醬幹耶 勸這位惡魔停手放下禿刀 然後他就被惡魔殺死了 而這惡魔的行為讓死婆牙起來火大了 死婆就用雙腳踐踏大地 大地因此分崩離析 眾多惡魔們也就因此永遠消失 在這對姐弟講到精彩之處 天空突然暗淡下來大地開始動盪 有一群惡魔突然襲來 原本傳說中才會出現的惡魔 不知為何來到了現實 眾人跑得跑 傷得傷哀嚎聲持其比落 惡魔們打開殺戒為所欲為 他們也抓走了弟弟 姐姐拼命想要抓住他留下他 因為這是他僅有唯一的家人 但他失敗了 弟弟還是被抓走 惡魔們也抓走城市中許多兒童離開 姐姐昏迷不醒遊戲就這樣開始了 姐姐醒來發現弟弟被抓走很難過啊 真的很難過 所以為了弟弟 姐姐捨棄一些 跋山涉水的要來去拯救 而我們在玩的時候 會有兩個類似旁白的神明在對話 一位是名叫杜爾加的神 是印度教神譜中主要女神之一 一位是名叫P-4弩的神 在掃網查的印度教說明中 印度教有三項神 分天主管創造 師婆主長毀滅 而偷偷幫助姐姐的這位神明 P-4弩則是專門維護 那遊戲是有點上帝視角的方式來玩 途中我們會遇到各式各樣的惡魔 而兩位神明 杜爾加與P-4弩也會偷偷幫助姐姐 施育姐姐的神器來打倒惡魔 那我們也會陸續得到三樣神器 分別是三叉戟、弓箭盾這三種 每種的攻擊方式都不同 有普通攻擊跟特殊攻擊 也能迴避再次攻擊 那遊戲裡的迴避有分成三段 每次不同的迴避攻擊都能造成不同效果 而且遊戲還有一個很有趣的設計 是可以利用地形來造成特殊方式的攻擊 我們可以踩牆壁邊 蹬出來使出比較帥氣的攻擊方式 讓你在遊戲中祈禱神廟裡的神明 或者打怪吸取人量等方式 獲得類似大絕的使用次數 每種不同的神器都有不同的大招效果 那也清怪起來方便不少 那除了武器之外 姐姐也因為誠心吸氧印度神 而陸續獲得神明的幫助 來間接輔助你 分別是杜爾加RP、斯弩、斯婆這三位 這算是天賦強化系統 一次只能選擇一位神明來幫助你 沒有神明有三種技能可以讓你使用 不過這些技能都是被動技能 而幫助方式是類似附魔的效果 會讓你攻擊造成連鎖閃電 或者攻擊會召喚隕石造成範圍傷害 攻擊會冰凍怪物使他們變慢腫腫 杜爾加神的幫助是雷電 P、斯弗神的幫助是火焰 斯婆神的幫助是冰凍 而隨著離被抓走弟弟越近 我們也會看到一些小姐迷思版 夾找隊順序拼出絲板上的圖案 就能知道這對姐弟的來歷 比如爸爸媽媽為什麼不見了 姐弟倆的感情有多深厚 他們倆所面對的挫折有多深 一開始我們只片段的知道姐姐要去拯救弟弟 但越晚你就越能了解 如果換成姐姐被抓走 弟弟也一定會奮不顧身的錢去拯救 是生死與共的關係 好啦簡單介紹到這邊遊戲玩起來如何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體驗 但是如果題材不對 那我就會噴爆這遊戲 甚至應該要這樣講 這是印度神話遊戲耶 這世界上到底有多少印度神話為主著的遊戲 我想應該不多吧 而這遊戲是我第一款接觸的印度神話作品 所以帶給我的感覺是新鮮有趣的 但如果把裡面的主著換成三國 我建於魔法換小世界等題材 那體驗可能就不太好說了喔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首先遊戲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幾乎沒有什麼打擊感 要知道遊戲核心就是看姐姐 拿生氣爆氣憤怒砍惡魔 但遊戲帶給你的感覺卻是拿生氣砍蛋糕式的 有砍沒砍所帶來的回饋感非常低 甚至怪物雅卡也向你攻擊 你被打到了你也可能不知道 甚至要死了你才會知道 原來我的血量已經低到這種程度 就知道遊戲的打擊感有多低了 那遊戲的印度神幫助天賦系統 也就只是給你增加點附魔 讓你打起怪來有不同顏色罷了 當然啦還是有或多或少的效果 但太保守了感受有點不太大 我換成雷電天賦打怪有機率會造成連鎖閃電 我換成火焰天賦打怪有機率會造成連鎖火焰 我換成冰凍天賦打怪有機率會造成連鎖冰凍 請跟我講講這有什麼差別 紫色、紅色、藍色特效的差別 說真的這天賦系統也就只是個小系統而已 是能夠帶給你打怪上的幫助 但真的不是說很有趣的設計 不過遊戲的攻擊方式很豐富 每種武器都有不同的攻擊節奏 登牆攻擊也很酷 三段式迴避攻擊也很有特色 但這可是上帝視角來遊玩的啊 遊戲裡時不時有石柱可以讓你蹬強跳 但因為這視角的關係 有時候你反而會挑不準石柱 反而露出破綻被爆打一頓 而你為了順順打下去 無論打無論普攻偶爾開開大絕 反而是打最快的方法 也因為秀起來操作風險太大的原因 進階的讓你打起怪來會有點自私化哦 換句話說遊戲的打怪流程所帶來的感受其實是無聊的 玩起來不是說很有趣 而且玩到結局還給人斷尾故事沒有講完 感覺是為了第二步而鋪陳 感覺好像會有三部曲的味道 這遊戲就只是前章而已 而我最討厭三部曲形式的作品 買的伏筆奔在一部作品裡講完吊豬胃口 會讓我很火大也壓開來的 但是 這可是印度神話遊戲耶 取此可數的印度神話遊戲耶 是個特色很明顯的印度遊戲耶 裡面有大量的印度風格配樂 大量的印度紋路印度建築印度美術 你所帶來的一切通通充滿印度 這帶給我的感受上是陌生的 感覺好像是挖掘了未知作品一樣 後續會給你怎樣的感受通通都是未知 感覺好像要去冒險一樣 遇到好的或不好的經歷都是新鮮的 這樣感受下來體驗反而很不錯喔 而且裡邊還會科普一些印度神的故事 我們可以從壁畫上得知這位神明的風光偉業 神明的出生來歷種種跟你簡單介紹一下印度神明 不過有點可惜的是因為文化差異的關係 裡邊有很多介紹理解起來會有些困難 舉個比喻喔 像是你跟外國人介紹西游基里的孫悟空 有一塊石頭吸收了日月精華 從中蹦出一隻法力滔天的猴子 那什麼是日月精華 你要怎麼解釋日月精華這轉有名詞 這就是文化差異 反觀的你如果對印度文化理解不深 其實裡邊有很多位神明的介紹 你理解起來也會比較困難 只能說因為文化隔閡的關係導致有點可惜啦 真的很可惜 不過我還是很喜歡這個設計 好啦那遊戲推不推薦呢 其實是蠻推薦的 遊戲玩起來可能不會說很好玩 但體驗起來確實很不錯 感覺像是去印度旅遊一樣 那你體驗一下印度文化 當然啦你想玩點吃雞的 那這款就絕對不適合你 這款一點都不吃雞 但是你想體驗一下不同的感受氛圍 那這款你可以試試 這作品我蠻喜歡的喔 而且一晚時間也不長5小時左右而已 是個恰恰好的遊戲長度 好啦那上了我這一期的遊戲介紹就到這邊 每個星期六晚上七禮半準時一部遊戲介紹影片 如果找不到遊戲玩的人還可以過來看看 那我是湯啦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啦 大家掰掰 對 對